两人两车模拟亚欧大陆 现在我们已经在哈萨克斯坦了 我是骑着这台MX155 来进行我的周际穿越之旅 MX并不是为长途模拟打造的车 要用它去跑亚欧大陆 我要做的第一件大事 就是充分提升它的续航能力 为了提升它的续航 我们改了两个地方 第一原厂油箱7.1升 换成了一个10升的加大油箱 第二 座桶里面加了一个6升的副油箱 这样呢 我的油箱总量就有7.1升 升级到了16升 按照百公里平均油耗2.5升而算的话 现在我加满油就能够跑600多公里了 换油箱加油箱最大的顾虑是什么呢 安全隐患 要尽量保证安全 两个方面比较关键 一个是油箱的品质材质做工 第二个是安装是否专业细致 主油箱呢 我选的是无锡尾杰的MS10升的加大油箱 这个是车行推荐的 他们说之前已经安装过很多个了 没什么问题 属于比较成熟的一个品 我在淘宝的搜了一下 好评率也比较高 这个油箱的材质是高强度巨乙锡 简称ABS 是一种工程塑料 据说是高费 很多 很好的车才用这种材质 这种材质可以防静电 有隔热膜比那种铝的安全性数要高一些 网上也有12升的MS加大油箱 我也考虑过 也有蛮多12啊13啊15好像都有 对但是的话呢都是 我看到的都是手工焊接拼接的产品 从那个一体性来说的话 还有一个密封性啊 还有长久来说的话呢 其实我会更相信机械 机械的一体成型的数量油箱 这个它会更靠谱的多 你至少后期不用去担心会不会有哪里 由于热胀冷缩还是什么的地方 会不会漏油这样子 再来一个手工焊接的产品 由于它已经把所有的空间都已经算到极致了 然后你安装之后呢 本来是有给线管 比如说像这个是油门线 还有等等 还有油管啊 这些线路给它控的地方 它都给你吃满了 你就没有地方去用原来的位置去走线 可能还要走别的地方重新走 这样子对未来的检修啊 还有各方面来说呢 都不太不太合理 稳妥起见 我还是选了韦杰十升的这一台 第二个是座桶里面 我还加了一个六升的副油箱 这个是木马志为MS量身打造的 这个油箱的材质也是高强度具乙气材质 我之前齐福喜 也装了一个十升的副油箱 放在座桶里面 主副油箱一起十五点一升 加满油跑过的最高纪录是九百多公里 跑过几次九百多公里啊 因为当时在云贵的国道 弯道比较多 速度比较慢 那个油箱我用了三万多公里 没什么问题 也是木马志的 所以这一次呢 我还是用回木马志他们家的产品 这个副油箱的底下有一根洞 然后接了一根导油管 油是可以直接通到煮油箱 每次加油的时候先把煮油箱加满 再加满副油箱 然后用油的时候煮油箱的油用掉之后 它就会根据一些气压的原理随时的补进来 还有一个细节需要注意一下 就是有关这个油箱盖哈 如果你像我一样在座桶里面加了副油箱的话 那这个煮油箱的油箱盖呢 必须是用原厂的 或者说你换别的油箱盖的话 也必须是完全不透气不漏油的 这种密封性很好的这种油箱盖 否则的话呢 因为这个副油箱的原理是 这个气压的原因 会让它把油一直排到这里面 如果这里漏气漏油的话呢 它就会出现这里面 那个油一直往上冒漏油的现象 还有呢 安装也很关键 这种核心大工程 我都会选比较专业 比较有经验的车行和师傅哈 我的第一台福西的改装是在中山 是由东桥车行的文哥亲手打造的 文哥在珠三角的魔旅圈还是有可接备的 这一次呢 我是在南宁亚马哈中排店的售后改的 因为前面在他们家做过几次保养和小文Q啊 专业的东西我不会评价 但是他们做工很精细 这个我还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我们主油箱的安装有什么细节需要注意的吗 首先我觉得第一重要的就是 因为它体积变大了 很多管线之间可能会碰在一起 那么的话呢 在管线还有跟油箱会接触到的地方呢 我们全部给它做一个防止它摩擦损坏的一个处理 用这样的容部胶部就可以了 然后你要体现预判到包括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们在走着 可万一线会晃啊 它会互相碰触的地方 全部要加入这个保固 其实呢 它原厂的部分呢 已经是有一个垫子 看到吗 这个胶垫是防止油门线跟它摩擦了 但是鉴于杨老师这一次的欧亚大陆之旅呢 我们给它加扣一层 万无一失 而且注意细节哦 不可以两条线一起包 两条线包在一起的话呢 也会打架的 只能增开包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关于螺丝安装的 就一开始不要把所有的螺丝都上紧 然后分两到三次 逐一上紧 这样子才能保证你的油箱是最舒服的一个受益的位置 再来一个呢 就是安装油泵的时候啊 也是分两步吧 首先啊油泵拆下来 原车油泵拆下来 再安装回去的时候 要做好这个接缝的清洁 安装回去之后呢 把油倒进去静置一晚上 最好静置一晚上 看看会不会有漏油的一个情况 如果说有漏油的一个情况的话呢 我们再把它拆出来进行处理 而不是贸然的装好了 不放油直接就装车 那万一日后它会抵油剩油 你就很难搞 主油箱也是装了油泵 而且是加注了汽油辣 然后呢 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先静置一晚上 先垫当纸 明天有没有用 就能知道它会不会漏油 就那么简单 这个是要花时间 而不是说一装 你就可以马上跑了 这是很不负责任的 一定要静置 现在是装 负油箱 按照商家给的指导教程操作就可以了 台气管 通气管 通气管 这个负油箱的通气管 还套了一层防摩擦的纤维管 有关续航和油箱 大家还有什么建议 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分享 帮助更多车友避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